关键点在哪,就是我接触到球的时候,这个点摩擦,接触到球的时候,这个点摩擦,我带住这个球向上提,这个动作就是侧上旋的关键,它能发出很拱的侧上旋,如果你把球发不拱,你只是把球发得很不转,那么这个球它的威胁不会太大。 所以我们在练习反手发球的时候,第一个关键点,把引拍做好以后,这个动作碰到球,在这个点碰球,我带住它以后,我一定要向上摩擦,它才是一个拱的侧上旋,大家看,拱的侧上旋是这样起来的,这样起来的,看我的手,这球你看,你就告诉它是侧上,它都不好接, 就是你告诉它,这板球我就发你的正手短侧上,因为弧线过低,而且非常短,它也不好接,你再配合一个反手底线,这个球的威胁性一下就出来了,把手腕吊起来,摩擦球的侧面,接触到球的时候,向上摩擦,向上摩擦,大家看,这个点,这个点,这个球就是什么,侧上旋转, 来,向上走,这个点,这个点,因为你弧线发的很低,而且你不是出台球,所以它的唯一的方法是挑,只要它一撮肯定是板高,挑球的台内是很难去掌握的,即使它挑过来这板球质量也不高,你直接就可以出手了, 所以在比赛过程中,它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环节,它是一个右侧旋,我们把拍星立起来,向上带摩擦,大家看,向上带摩擦,关键点是什么呢? 就是你碰到球的这个力,千万不能向前推,即使你不会发反手发球,你看了今天的课,你肯定都会发了,因为它相对比较简单,它不像勾手,你掌握很久,可能你都找不到感觉, 但是反手发球,它相对简单,而且是在深前接触到球,你可以用余光呢,去看到我们的出球动作, 我们在出球的时候,第一个关键点,就我先说摩擦,带起球之后,一定要向上摩擦,其实它是做了一个对号动作,你看,他做了一个什么?对号动作,你看,对号动作, 他做了一个对号动作,为什么要对号?实际上就是提醒你,带住球以后,你得什么?向上摩擦,就跟勾手是一样的,你看这球就会横拱, 如果你是平行摩擦,这球是什么?不转,只有向上摩擦以后,这个球才有上拱的成分, 包括我们的反手发球也是,我带住摩擦以后,一定要这样, 看, 慢动作就是这样做的,你看, 慢动作就是这样做的, 实际上它慢动作就是这样上来的, 我们为什么要发的拐呢? 为什么能够把这个球发拐? 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哈, 第一个,就是我们在发的过程中, 我拍形是立起来的, 第二个呢,就是我接触到球的时候, 大家看一下,我是找到了球拍的右侧面摩擦, 我是这个点摩擦的, 我不是正后方摩擦的, 我不是这样摩擦的, 我是这样摩擦的, 拍头的位置啊, 接触拍头的位置, 接触到这儿, 碰到球以后向上摩擦, 在这个位置, 好,那么我们仔细看一下, 如果是短球的话, 你的动作不用做的太大, 我们在接触到球的时候, 我们在接触到球的时候, 引拍, 你看, 向左上方走球, 在接触到球的时候, 手腕还是保持回勾, 回勾,回勾, 然后在你胸前接触到球, 接触到球以后, 手指手腕向上带停止, 它动作结构是这样的, 动作结构是这样的, 看, 动作结构是这样的, 直抛就可以了, 我慢点做啊, 然后我给大家做几个示范, 来, 我们看一下, 我慢点做, 就其实你不会发这球, 你都, 你看完这堂课, 你都会发了, 我学反手发球, 学的特别快, 基本上几天就学会了, 然后学会以后呢, 放在比赛里, 它非常的实用, 其实它是一个很实用的技术, 因为它是右侧弦, 当你发不好勾手的时候, 这真是一个非常好的技术, 球摩擦的过程中呢, 一定记住, 第一个先是, 把手一定要引上来, 千万不能在这走, 第二呢, 就是不要去摩擦球的正后方, 不要去摩擦球的正后方, 什么意思, 我是这样的, 千万别这样发, 把拍形立起来, 并且拍面, 一定要看, 偏侧, 你肯定不是这个角度, 是这个角度, 就是偏你的左侧方, 引拍, 拍面角度, 我在接触到球的时候, 看, 碰到球以后, 向, 上, 向上, 这个时候你看, 下来, 肩下来, 手下来, 前臂下来, 然后接触到球的时候, 前臂, 手腕向上转, 提起来, 提起来, 我给大家发两个, 大家看啊, 看这个角度, 我在这发, 大家应该能看到, 这个角度摩擦, 看, 再来, 再看啊, 这个角度摩擦, 好, 带住球以后, 一定要向上走, 看, 向上走, 摩擦向上走, 我这个向上是什么, 我一定要有一个, 先下再上, 如果我直接向上走, 这个球它是变成了推, 像这种球, 它基本上是碰过去的, 它没有什么太多的, 就是没有, 相对来说太多的威胁在里面, 所以我怎么能够让这个球, 来球以后, 我让这个球, 把它发的很转, 就跟勾手一样, 勾手发球, 很多人发球是什么, 侧上旋发不出来, 它发的是什么, 平的旋转, 你怎么能把它发转, 你一定要由下向上摩擦, 这样摩擦, 它就拱了, 它就会非常拱, 你看, 这样的摩擦它就是拱的, 这样的摩擦它就是平的, 所以平过去的球呢, 你发过去的球它不拱, 对方造不成顶住的这种状态, 那你怎么能发的拱, 你所有的侧圆球也是, 你看我给大家示范一个, 你这个角度发出去的球, 虽然是侧上, 但它的旋转呢不是很强, 你如果放下来以后, 你向上走, 你这样走, 它才能非常的拱, 这样上来, 这样上来, 所以我们的什么, 我们的击球点一定要放低一点, 稍微放低一点, 在接触到球的时候, 在这摩擦, 然后带住球以后, 向前上方摩擦, 在这走, 向侧走, 看, 向侧, 不向前, 不往前推, 往侧走, 往侧走, 不往前推, 我再给大家发两个, 大家看一下, 从这个角度走, 又学到了, 感谢大家的支持, 来, 一会儿我会教大家这个假动作, 今天你不会发的, 有可能你都会发了, 今天讲的是什么, 收到了很好用, 谢谢我就是我, 感谢大家的支持, 我们在引拍的时候, 这个角度一定要向上走, 向上走之后呢, 拍形立起来, 立起来之后呢, 它是向前下方摩擦, 再带起来的, 好, 看, 再带起来的, 这个动作一定要起来, 我在这摩擦, 我带住球以后, 我向上走, 大家看我的动作, 比如说我在这儿接触到球, 手腕一定要勾住, 一定要相对来说掉腕, 千万不要压腕, 在接触到球的时候看, 向上摩擦, 好, 来, 接触到球的时候, 向上摩擦, 接触到球的时候, 向上摩擦, 向上摩擦是两个提的动作, 对号, 对号, 上来, 对号, 上来, 如果以后有假动作, 我再说再教大家其他的假动作, 我们在接触到球的时候, 一定是下来以后, 你看, 前臂往上走, 手腕往上走, 我接触到球的时候是这样的, 接触到球以后, 我向上摩擦, 向上摩擦, 大家看我的手腕, 向上摩擦, 看, 提两个动作, 一个是什么, 提前臂, 一个是提什么, 提手腕, 前臂跟手腕共同向上提, 这个角度出来, 这个角度, 看, 这个角度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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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上来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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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直横都是这样, 别着急, 我们把这个动作做好, 一会我教大家如何发假动作, 力气拍子, 摩擦球的中部, 然后做对号动作, 我给大家发两个, 啊, 横板, 大家看, 出对号动作, 对号动作, 在接触到球的时候, 我不知道这个角度能不能看到, 接触到球, 啊, 出对号动作, 你接触到球的时候, 你的点一定要稍微的低一点, 摩擦到球的时候, 手腕向上顶, 前臂向上顶, 这个动作出来, 出来, 出来, 对, 这是一个侧上拳, 我站在对面给大家发两个, 大家看一下啊, 看个动作, 几个要点, 第一, 重心前倾, 手腕微调, 微拱, 在接触到球的时候, 引拍的时候一定要充分的展开, 我的肩部, 肘部冲向正面, 我的拍头, 找左肩, 接触到球的时候, 向下, 然后向前上方走出, 对号动作, 给大家看一下, 看, 那我如果要发拐, 我拍形就冲向我的左侧, 不能冲向前侧, 在接触到球的时候, 大家看, 在接触到球的时候, 冲向左侧, 接触到球的时候, 冲向左侧, 再来, 接触到球的时候, 冲向左侧, 如果我们想发球拐的话, 你就要摩擦球的右侧面偏多一点, 右中部的位置, 那就这个角度, 这个球就能发拐了, 很多球友在反手发球的时候, 他发不拐, 发不拐的原因, 可能是因为你到了球的正后方, 你看, 正后方, 所以这个球不拐, 你把拍面调整一下, 摩擦球的右侧中的位置, 是不是一下就拐了, 你看, 你如果这样动作太大, 你找不到拐的感觉, 你就动作小一点, 先这样摩擦, 你看, 这是不是就拐了, 啊, 摩擦球的右侧面, 摩擦球的右侧面, 好, 那这个球, 我把它发拐以后, 我再逐渐的加点动作, 再逐渐的抛起来, 加点身体, 这球是不是就又拐了, 我们把它分解练一下, 我们发球的时候, 为什么发不拐, 是因为我总是在这个点摩擦, 摩擦到了球的正后方, 所以这个球我发的不拐, 那我怎么能发拐呢, 我先这样, 先不用抛球, 先去练这个摩擦, 摩擦, 摩擦, 练好了以后, 我再增加点难度, 再带点什么, 抛直, 再带点身体, 这个球左侧拳, 右侧拳的这个摩擦力, 一下就发出来了, 关键是拍形的问题, 你找到球的摩擦点正确了, 它发过去的球就是拐的, 你看这球, 我比如说我想让它拐, 好, 我想让它拐, 我必须要怎么样, 摩擦球的位置对了, 它才能拐, 拐, 我想让它拐, 我必须要摩擦球的位置, 摩擦对了以后, 这个球才能往左拐和往右拐, 如果说很多人的反手发球, 我看过在比赛中都是这样发的, 这种球基本都是碰过去的, 它的旋转不强, 旋转不强, 所以发过去的球, 它威胁也不是很大, 好, 来我看看啊, 好, 好多人都是摩擦不好, 来我教大家, 两个摩擦点, 我教你们这个摩擦侧上, 我再教你们摩擦侧下, 好不好, 我们先来说侧上旋, 侧上旋, 大家看, 接触到球的时候先放松, 然后我们摩擦到球的时候, 来, 手腕看我啊, 先起来, 起来之后, 这个时候是不是拍头冲向, 冲向哪儿, 冲向我的左上方, 接触到球的时候拍头不变, 拍头不变, 然后我在摩擦到球的时候看, 拍头转, 转, 这个时候手腕是这个角度的, 手腕摩擦向下, 然后手腕顶起来向上, 拍头冲下, 你看, 实际它是一个什么样的转动空间, 一, 然后下来, 然后 二, 手腕的转动空间是这样的, 底板也没货了, 也卖断货了, 这个不到十天, 胶皮好像三天卖完的, 然后底板好像不到十天的时间就卖完了, 太火爆了, 所以我们在转的时候, 大家看一下, 它的手腕转动的幅度, 看我的拍头, 起来, 起来, 接触到球的时候起来, 然后向上, 向上, 向上, 拍头怎么样, 冲下, 你就想拍头就行, 其实如果说让我们去学这种, 转腕啊什么的, 它不太具体, 你不要想这些, 你就想的是什么, 它的拍头的转动, 拍头的转动, 拍头的转动, 拍头, 你想这个拍头它转, 你手腕是必转的, 你就想它拍头这一块在发生变化, 所以它在摩擦起来这个动作里面, 它肯定是做完整的, 看我, 拍头冲左上, 接触到球的时候还是左上, 我们在接触到球之后, 我们拍头向下, 这个动作停止, 对, 拍头接触到球, 是的, 纸板也是, 来, 我做两个纸板, 大家看, 一起来, 然后接触到球, 然后上来, 注意看我的拍头, 我给大家发两个, 大家看是不是这么回事啊, 这是侧上, 这是侧上, 拍形立起来, 先学侧上, 再学侧下, 对, 来, 仔细看, 先起来, 看我的拍头, 先起来, 这是侧上, 再来, 先起来, 先起来, 看, 先起来, 好, 然后我发两个, 发两个那个横板, 先把拍头举起来, 接触到球的时候, 向下, 接触到拍头的时候, 向下, 接触到拍头的时候, 向下, 你看你的手腕就怎么样, 充分的转完了, 如果说你的手腕是这样的, 或者你的手腕是这样的, 这个球它都怎么样, 转动不充分, 先起来拍头, 左上, 接触到球的时候, 左上, 接触到球的时候, 碰到球的时候, 左上, 碰到球以后, 开始向上提, 看, 看, 这就是一个侧上旋, 大家是不是能看清, 是不是能看清这个动作, 接触到球的时候, 下来上去, 上去, 这个拍头一定要发生变化, 它一定要下去, 再上去, 怕的是什么, 往前推, 一个是你发的不拐, 它就没有威胁, 第二个就是你发的不拱, 它就没有威胁, 这个拱就是我带住球以后的, 这个拍头, 由向上的拍头, 转变成向下的拍头, 它这是一个摩擦的过程, 我把它形象化了, 如果我让你转弯, 可能你打一打, 你还是没有感觉, 你还是很难找到感觉, 但是我一说拍头, 因为拍头这个方向呢, 是以前我们队里面经常教我们的, 而且并且非常的好用, 谢谢善夫, 测下去还没发呢, 我先说测上, 咱一步一步来, 千万别乱, 咱一步一步来, 我再说一下啊, 拍行立起来, 然后摩擦到球的右侧面, 摩擦到球的以后, 把手, 看, 接触到球的时候, 拍头冲左上, 然后左上, 左上, 左上, 下来, 拍头朝下, 看, 护腕好用是不是, 好嘞, 谢谢您的评价, 看, 对, 转动拍头, 你的手腕, 其实它就是一个手腕的过程, 但是我为了让大家理解, 所以我是怎么样, 我是这样教大家的, 所以你能理解, 你看, 再仔细看我的动作, 指板和横板都是这样的啊, 我们现在是侧上旋, 千万别混淆了, 它是侧上旋, 来, 起来, 起来, 再看我们动作, 起来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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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先起, 然后向下, 向上, 先起, 然后向下, 向上, 怎么样, 是不是看清了, 讲得很清楚了, 好, 是不是看清了, 球友们, 看清的给我打一下1到9, 然后我们说侧下好不好, 侧上说完了啊, 然后我们说侧下, 好, 你去练的时候, 你就记住了, 你拍行一定要立起来, 一定要掉腕, 一定打对钩, 对钩, 哈哈, 你没有对钩, 你就变成什么, 我怕你变成平的向前推了, 这球一推, 它就是送, 它就不拱了, 上来, 上来, 摩擦上来, 啊, 这个真的非常的关键, 是不是, 哈哈, 白, 是不是, 感谢大家支持, 哈, 没事, 没事, 大家多练, 慢慢就会了, 然后我再讲摩擦那个侧下选怎么发, 好不好, 摩擦球的位置是拍头的位置, 我带住球以后, 接触到球的时候, 向前上方摩擦, 摩擦球的位置是偏中部多一点, 啊, 比如说这是球, 我想摩擦它, 我就摩擦球的中部偏多一点, 在这个点, 这个点, 我要发侧下的时候, 我就摩擦底部稍微多一点, 这个时候我就摩擦球的中部多一点, 啊, 我的勾手有慢动作吗, 谁给我放出来了, 摩擦球的中部偏多一点, 练了两个月效果不错, 真棒啊, 心静给你点赞, 嗯, 好不好, 看, 摩擦球的中部偏多一点, 啊, 好, 记住这个点, 好不好, 好, 那么我们再来说一下侧下选, 侧下选怎么发, 侧上选, 我们是不是立起拍行向前上方摩擦, 对不对, 我们立起拍行向前上方摩擦, 侧下选, 我们把拍行平一点, 啊, 拍行平一点, 其他的不变, 我们在接触到球的时候, 我们是向上的, 那现在我们接触到球的时候, 我们向前, 啊, 向前, 向前停止, 你看, 向什么, 前停止, 向前停止, 他这个用力点, 就我带住球的时候, 我是向前下方走的, 一个是向上走, 啊, 看不到是吧, 一个是向上走, 大家看, 侧上选, 啊, 侧下选, 看, 侧下选, 侧下选, 侧下选就有点像搓球, 它是向什么, 前下方用力的, 在这个点摩擦, 这个点出去, 那他的摩擦点是什么, 也是先起来接触到球的时候, 手腕这个时候不向上走, 手腕平一点, 向下走, 看我的拍头, 向下用力, 向上用力, 一会我教大家假动作, 你先把这个发好了, 好不好, 我们先发好这个啊, 我们在接触到球的时候, 对, 有点像搓球, 有点像削球, 削球, 接触到球的时候, 向下, 接触到球的时候, 向下, 摩擦球的中下部, 不能完全摩擦底部, 摩擦到球的中下部, 这是侧拦球, 这是侧拳球, 这是上前, 侧上, 这是侧下, 摩擦到球的时候, 你看拍头, 依然不发生变化, 那我在准备的时候, 我这个时候要发侧上和侧下的时候, 你不能太明显了, 你在准备的时候是一样的, 接触到球的时候, 你看, 向上一挥的时候, 拍形让它平一点, 在接触到球的时候, 向侧下方用力, 看我的拍头, 不变, 不变, 变了, 变了, 这样去摩擦, 这样去摩擦, 领教了是不是, 好嘞, 看, 我给大家发两个啊, 一会儿我再教大家发假动作, 仔细看, 实际上他俩的摩擦方式, 真的很简单, 但是我建议大家, 还是多发侧上, 少发侧下, 因为侧上它容易出错误, 侧下它不容易, 它这球给你错过去, 你很别扭, 本身你就飘, 好, 大家看, 我平时是这样的, 侧上, 对不对, 那好, 我要发侧下的时候, 拍行平一点向下, 拍行平一点向下, 停止了, 不向上了, 向下, 向下, 这球就很转, 向下走, 拍头起来还是一样的, 把拍行平着, 接触到球的时候, 向前下方, 侧下方去用力, 这个点, 侧上, 侧下, 再来, 大家再看, 侧上, 侧下, 侧上, 侧下, 侧上, 侧下, 好, 侧上, 再看, 侧下, 纸板, 纸板发两个啊, 侧上, 侧下, 侧上, 侧上, 侧下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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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能看出区别吗, 互动一下, 能看出来不, 侧上, 侧下, 能看, 侧上, 侧下, 还看不出来, 初学者当然能学了, 它可简单了, 它比那个勾手发球可简单多了, 能看出来是不是, 好, 这个已经很明显了, 这要是看不出来, 勾手发球就更看不出来, 隐蔽心太强了, 侧上, 侧下, 侧上, 侧下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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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的侧下是什么, 我们摩擦到球的呀, 来, 我再教大家一个小诀窍, 发短球是不是大家容易发出台, 大家短球是不是容易发出台, 我们来互动一下, 是吧, 很多人的短球啊, 特别容易发出台, 是不是, 短球容易发出台, 然后这个发球的过程中, 很多球友在这种, 长球的时候, 哎, 能用上力, 其实这种, 反手位的长球, 就是臂的用力稍微多一点, 摩擦方式不变, 你看侧上, 侧下, 侧下, 摩擦方式是不变的, 只是手臂的力量, 向前的力量多, 那我发短球的时候, 我是怎么样, 向侧的力量多, 向前的力量少, 比如说, 侧上旋, 我是向侧的力量偏多, 向前的力量少, 你不能怎么样, 看, 大家看, 你不能在发短球的时候, 你还是向前摩擦, 这球就很容易出台, 一出台, 这板球就很容易被爆冲, 所以无论你是发侧下也好, 你还是发侧上也好, 你向侧摩擦的多一点, 横着摩擦, 向前的力少一点, 向侧的摩擦力多一点, 这样的话呢, 我们再发, 横看好多人都发不短, 是吧, 发不短就是你什么, 你手臂向前的力送的太多了, 你向侧的力送的太少了, 所以你发不短, 所以你在这个过程中, 你发不短, 稍等哈, 我看一下, 进一下我的直播, 你向侧的力稍微多一点就好了, 在这个力量, 这个力量, 这个力量, 就我们看这个力量, 向侧的力, 这样摩擦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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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它就能发短了, 如果这个球你是这样的, 你看, 稍微加点力摩擦, 这球就很容易出紧, 向侧的摩擦力多一点, 如果你发长球的时候, 你可以什么, 前臂力量多一点, 我前臂的力量送的多一点, 我前臂的力量, 我接触到球的时候, 我臂的力量送的多一点, 我摩擦方式是不变的, 好, 摩擦的方式是不变的, 好不好, 非常重要啊, 那球友说, 那有些球友说, 侧上和侧下动作, 是不是我做的太明显了, 我让大家判断一下, 我现在发的球, 是侧上还是侧下, 来球友们判断一下, 侧上还是侧下, 我刚才发这球, 是侧上还是侧下, 是不是太明显了, 对吧, 所以说, 为什么勾手发球, 它的威胁性大, 实际上它就是隐蔽, 你看, 我在这出手发勾手, 它基本上看不到, 你出手这一瞬间, 你是向上摩擦, 还是向下摩擦, 但反手发球, 你是漏给对方来看的, 对吧, 很多人95%以上都答对了, 很多人, 你反手发球, 你是漏给对方看, 所以才能判断出来, 不是你发的旋转不够, 而是对方知道, 你发的是侧上还是侧下, 所以你得怎么样, 你得有假动作出现了, 这个假动作咋出现呢, 我给大家模仿一下啊, 大家看看, 我现在发的是侧上拳, 能看出来对不对, 我现在发的是侧下拳, 能看出来我第二个是侧下不, 我看看, 鞋子的话得等一等哈, 我脚下的鞋子断了7个码了已经, 您再等一等, 等一等, 能不能看出我发的是侧下, 就按照你现在的理解, 看不出来, 不好判断是不是, 有的球能看出来, 我跟大家说就是出手这一下, 我发生什么变化了, 这是侧上, 这是稳稳的一个侧上, 侧下的时候我是这样, 我慢点做哈, 拍心平一点, 摩擦到这的时候, 我又刻意的做了一个假动作, 所以你看, 这是真的, 这是假的, 所以它是这样出来的, 实际上我这一下, 我已经把球送出去了, 然后我做了一个假动作, 因为我要保持它跟侧上旋是一致的, 只要它有两个球接下网了, 它接下来的球, 它不可能很果断去挑我, 它可能还是会有点虚, 不知道挑还是搓的时候, 这个时候就是我很好的一个机会, 所以我们在发的时候, 看, 这是一个侧下选, 但我最后的上扬动作, 是为了能够让对手判断出, 它以为是上选, 实际上这是真的, 这是假的, 只是我连着做了, 我们在发的过程中呢, 对, 我们在发的过程中, 求我们先去练什么, 先去练纯的侧上拳和侧下拳, 等练好了以后, 你开始加一些假动作的时候, 你把侧上和侧下做成一致性, 那么反手发球呢, 它的威胁性我觉得还是在于侧上, 所以你上挑的这个对号动作, 还是不能忽略的, 比如说你看, 这是一个侧上对吧, 那我这球, 这还是一个侧上, 这还是一个侧下拳, 第一个是侧上, 第二个是侧下, 我这一下是真的, 然后挑起来是假的, 你看, 它的这个速度大家都能看出来, 它是一个侧下拳, 看着像侧上, 你先把这个侧下发好, 发好以后再做一个假动作, 它就很像一个侧上拳, 你看, 这都是侧下的动作, 你把这个结尾动作做成跟侧上拳一致, 它就不好判断了, 侧下拳, 侧下拳, 明天让海哥接几个, 他肯定懵, 他都除非今天晚上看直播了, 这个假动的不说, 真看不出来, 那我再给大家发一个, 看大家能不能看出来呗, 大家想不想看, 来一个啊, 我们来试一个好不好, 我们来试一个啊, 我再给大家发一个假动作, 看看大家能不能看出, 它是侧上还是侧下, 我先发一个短球, 这球做的有点明显啊, 侧上还是侧下, 对, 接触到球的时候, 摩擦方向, 我一解密完之后, 80%的球都能看出来, 对, 是侧下, 是侧下, 对对对对对, 是侧下, 确实是侧下, 我接触到球的时候, 它确实是侧下拳, 侧下拳, 我发一个长球, 大家再试试啊, 来我们看看能看出来不, 它长了啊, 侧上还是侧下, 我跟大家说, 你如果能判断出来发球, 你可妥了, 哈哈, 你可妥了, 鞋子, 刚才那板球是侧上还是侧下, 有人被我迷惑住了, 所以说短球还是好判断, 长球不好判断, 短球好判断, 长球不好判断, 因为短球它动作相对会明显, 而且慢, 它给你留的这种, 就是反应时间要快一点, 但长球不同, 长球它的, 这个速度实在是太快了, 所以你不太好判断, 是不是, 不太好判断, 我刚才发的是侧上, 却我没看清, 我刚才发的是侧上弦, 是一个侧上弦, 侧上, 我这个时候看, 侧下, 同样向上, 哈哈哈哈, 谁对了, 是不是有好多人对, 再来一遍, 是不是, 行, 我再发一个啊, 你千万不要被上一个球影响, 有的时候咱们接发球的时候是什么, 第一个球侧上试发球了, 你总想着别人第二板还有可能发侧上, 你还在纠结于上一板球, 那你就容易失误了, 好不好, 不要纠结这个, 你就想好这一个球, 看准它每一个出手, 不要想上一个球是怎么回事, 这球太明显了, 这个球可太明显了, 这球是侧上还是侧下, 这球可不应该错了, 这球太明显了, 你从速度上你都能看出来, 真拐杆的球, 我发出了一个S球, 我跟大家揭晓了啊, 刚才那板球是什么, 侧上选, 对, 侧上选, 侧上选, 你看球的速度, 其实你都应该看出来, 而且刚才我的, 我跟大家说, 而且刚才我的拍面, 我刚才看了一下回放, 我的拍面都是这个拍面出去的, 大家看, 都这个拍面出去的, 所以它肯定是一个侧上啊, 对了, 拍面立了, 是不是, 拍面立了, 它肯定是一个侧上选, 再来一个啊, 再来一个, 别瞎猜, 别瞎猜, 根据我们动作要点放, 别瞎猜, 你必须在我出手这一瞬间, 判断出来了, 如果你判断太晚, 它已经来不及了, 这不算啊, 从前来擦网, 影响速度了, 发15了啊, 再来一个, 这两, 侧上还是侧下, 这球还给那转呢, 太发了太转了, 侧上还是侧下, 这板球可能发慢了, 老韩说的, 看速度真能看出来, 对, 侧上还是侧下, 对了对了, 侧下选, 你就记住, 很多发球啊, 其实我们第一个更直观的, 就是从它的拍面上判断, 就是你从它的拍面上, 判断它是发侧上还是侧下, 立起来的拍形, 前面发的, 刚那球明明就是什么, 发了一个平拍形, 对不对, 虽然我往上挑了, 但实际这都是假动作, 都是来迷惑我们对手的, 第二个就是什么, 你看它接触到球的时候, 它是这样走的, 它这个动作明显是一个假动作, 我没有侧上旋连贯, 你看侧上, 侧下, 我是有一个什么, 这个动作很缓, 它不是一下起来的, 一下起来的, 这个速度相差很大, 我给大家揭秘完之后, 你们再看我发, 你们一下就通了, 就是我揭秘完之后, 一下就通了, 比如说我的侧上旋, 我发的非常连贯, 你看侧上, 你看侧上, 但我一发侧下, 你看这动作, 马上它就缓下来了, 它没有侧上旋这么快, 它没有侧上旋做得快, 我曾经, 因为我录个反手发球的教学, 所以我反复看的时候, 反复看的时候, 我就看到了, 全靠懵都能懵对, 太厉害了, 所以我反复看的时候, 我发现我的侧上动作频率要快, 更连贯一些, 我的侧下虽然有假动作, 但它的假动作有明显的停顿感, 好, 它是这样, 侧上旋是直接上来走的, 再来一个, 讲的太透了, 是不是, 好嘞, 所以我们平时练的时候, 你反向来看, 无论你从接发球的角度, 还是从发球的角度, 你反向来看, 透彻, 手腕一定要自己灵活起来, 正手反手都是, 让自己灵活一点, 灵活一点, 让自己灵活一点, 你发过来的球就转了, 千万不要让自己僵硬, 僵硬, 一旦僵硬了, 这球就没办法转了, 让自己灵活, 放松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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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后加速, 放松, 才好, 才能发出更转的球来, 是不是, 讲的好, 是不是, 好嘞, 感谢大家的支持, 感谢大家的支持, 咱们就有 cler子底 trust, 感谢大家的支持, 咱们就 Foi